我原理生三 今年31岁来自四川成都 我心态乱了 31岁的他在寻找的路上 显得有些纠结和不安 而这份不安是源于 11年前的一个惊天秘密 20岁那年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而又为何长达11年 才做出寻找的决定 有请 你好 来请坐 你来寻找什么人呢 我是来找我的家 你的家 对 其实20岁以前吧 我一直过得很幸福 20岁的时候吧 然后让我感觉吧 像一个气息一样 像别人的影子 所以我要想找到我自己的家 你20岁以前很幸福 对 然后20岁以后就不幸福了 因为什么事啊 我在家里面嘛 在那乡村里面看到一个照片 跟我爸很像 很像啊 当时我其实并不在意 以为是老爸年轻的时候吧 我就放飞去了 但是没过几天吧 我妈 还有我姑 很尊重 很尊重跟我说 她说 你有一个弟弟 马上要回来了 我 其实我因为当时太小吧 其实也不是很在意 有一个弟弟 又有一个弟弟吧 但是我姑姑说了一句话 她说的是 你放心 弟弟回来 你还是当亲生的一样 当时 当时我 当时我就懵了 后面说了什么 我完全就不知道了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吧 找了一个 很偏僻的一个网吧 上去我就打开电了 我就这样看着屏幕 我又不停地扶持乱想 也没完 反正应该在那个网吧里面 待了六七天吧 之前你不知道 你不是他们亲生的 不清楚 一直以为是他们亲生的孩子 对 那以后 我其实也慢慢平静下来了 因为我慢慢地接受到这个事实 我就从网吧飞去 大概有十来天的样子 我爸 跟我说的 他说 你们弟弟回来了 我们就 回老家去接他吧 其实当时心里面还是 还是抱着 抱着一种 一种 不信任 我就不相信有这个弟弟 那种想法 跟着 跟着爸妈他们就回去了 然后回到老家 因为我们提前回去嘛 那路边的人 全是老家啊 然后外公外婆 什么人都来了 然后路边的鞭炮 打了很长 很远 反正我那个时候 反正内心就很害怕 我们回去大概 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左右 就来了 从路口吧 就来了一辆 那种公安的那种 那种车吧 然后就来了 然后 在我们村里面都行 爷爷来来 全部啊 外公外婆 全部都围过去了嘛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穿金张的小伙子 从上面下来 但是我没看清楚 因为人太多了 我离他们很远 我不敢过去 我很害怕 我不敢过去 因为我围得太多 我看不清楚 当时 爸爸就 牵着他的手吧 应该是牵着手 然后 挨着挨着 介绍谁 介绍给我们 来弟弟认识 然后介绍到最后吧 介绍到最后 我在 我在最后面 我不敢走 我不敢走 我爸妈 拉着弟弟走过来 我介绍 就说 这是你们弟弟 说你们要想进家 然后 坐在一起 吃了一个饭 然后 我就跟一个母后一样 跟着 爸爸 跟着爸爸 妈妈 弟弟 跟亲母好友 几乎 那你弟弟跟着你们回家了吗 回家了 在家里面待了大概 两三天吧 然后 又回部队了 对 又回部队了 但是 弟弟回去了 然后 没过多久 一个月的样子吧 就又回来了 回来是转业回来 还是探亲 没有 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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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那你 生日了吗 我生日了吗 他回来 对 他回来了 那很重视你啊 不是 是什么 那是因为 那天 是他的生日 他的生日 那为什么说是你的生日 因为我20年 我的生日 都是那一天 都是过他的生日 过生日 这件事吧 对我打击很大的 因为我觉得 这个生日 本来就是我的 为什么要跟弟弟一起过 我觉得我所有的东西吧 好像 都没有了 实在接受不了 然后 我就回家 当时因为我躲在 那个角落里面 哭 没人知道 然后 第二天吧 第二天 我就准备离开家 我收获了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 恨恨所有的人 恨所有的人 对 我这样 我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我的爸妈 先来找到我 为什么 走了吗 对 被我奶奶拉住了 被奶奶拉住了 对 奶奶拉住了 然后 就跟我说 你不要走 等你 等你爸爸 等你爸妈回来 我跟奶奶一直在坚持 因为 当时我也在哭嘛 因为奶奶拉住 不让我走 不让你走 那个 那个 爸 爸跟妈回来 爸 爸说的 回来第一句话 就是你要干嘛 然后 妈可能看你明白了 我妈说的 就让他出去冷静一下 因为当时我就觉得 妈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真的失去这个家了 我就感觉 我真的就失去他们了 但是我还是去外面 找了工作 还是走了 还是走了 三个月过后 然后我们 我跟我爸打了个电话 通了 然后就挂掉了 然后我爸就给我 立马就打回来了 打回来第一次 我没有接 为什么不接 不知道是害怕 还是担心 还是纠结 不想接 也有一点吧 有一点害怕吧 爸爸又打回来了吗 又打了 又打了第二次 打了第二次 没想多久 我接了 但是爸爸给我的 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又没钱了 感觉就是 弟弟回来过后 爸爸还是没有变 还是像以前一样 就一直在联系吧 然后我在那场里面 大概坐到七个月的时候 然后手坏掉了 坏掉过后 那天晚上 坏掉了 第二天早上 我们爸爸 就送了一个新的过来 你依然很好 对 依然很好 后面 我回家的一个奇迹 就是 我妹妹 我妹妹 高中毕业吧 直接跟我们打电话 她说 你回来吧 对 你回来 妹妹高中毕业吧 读大学吧 你回来 我们庆祝一下一家的 然后 我就这样 飞 从出去 一年多吧 第一次飞去吃饭 我觉得 首先是要弄清楚 这个孩子 你是怎么到这一家去的 爸妈是这样说的 当时 他们找他们的孩子嘛 因为我当时 跟他们的孩子 基本上一样大 他们已经找三年了 找着心 很疲惫 她也是就是 被拐卖之后 让警方解救了 解救了 她这个父亲 养父去抱的她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样吗 到来之前 你养父母的亲生儿子丢了 对 听明白的 就是这个孩子 实际上是 他是那家人的弟弟 丢了以后 把他抱养了 代替了他那个弟弟 所以当真弟弟找着了以后 他就失掉了意义了 他刚才提到 那个细节很重要 就是当年呢 他是被警察 从别人家 买主家 解救出来之后 因为实际上 当时他可能情况不太好 后来送到 现在这个养父母家 他这个养父母 当年也是丢了孩子的 这个是中间啊 不是这个养父母 花钱从别人手里 把他买来的 因为如果是花钱 从别人手里买来的 他本身是收买 他本身是一种犯罪行为 现在不是 如果是警方解救之后 这个孩子无处安置 然后呢 把这个孩子 交给他这个养父母 来抚养 这个就不是犯罪行为 事实上是这样 而且呢 其实你应该感激 你这个现在的养父母 也就是说 他实际上是 把你抚养长大的 他们对你一直特别好 对 爸爸妈妈知道你 要找你的亲生父母吗 就是我爸妈鼓励了我 鼓励你来找 对 因为我以前嘛 爸妈提过很多次 爸爸 特别是爸爸提过很多次 因为第一次提吧 我觉得 那个时候 不想 不是 我觉得我想 但是我怕 伤了他们 养父养母的心 对 然后 又为难啊 对 现在终于下决心了 是养父养母鼓励你 我养父第二次跟我说 我还是没下决心 他第二次跟我说的时候 就说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不要抱太大的心理负担 你尽量去找 因为我的家很完整了 我相当的完整 我有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我相当的完整 你去找 没事 但是我还是没有答应 因为我当时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 没有能力 不够优秀 我觉得 这样的话 我还是污渣 其实让我下定决心 就是第三次吧 有一次我去 我就看见我爸 躺在那个沙发上面 躺在沙发上面了 我就问他 我说爸你怎么了 他说没事 我就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舒服一点 然后我妈在泡面就说 你还舒服一点 你走路都走不了了 因为他的 他说他的腰嘛 鼓子声声 痛得 痛得特别厉害 然后我就说 爸你去看一下吧 然后他就 跟我转移了发题了 他就说 其实我这个都不重要 他说 他说你有想过没有 你的亲身风 我说我有想过 他说 你想过 你没有行动 然后 我爸就跟我说 我其实比你的亲身 父母要幸运 因为我的儿子 在他20岁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 那你 你看你的父母 现在你31岁了 30岁31岁了 都还没有找到 他们要比我们承受多少 多承受多少 爸爸这是个好人 其实我还是没有 下的太大的决心 然后爸爸最后一句话 不是 如果 他们的身体 等不到你将来去找他 怎么办 然后 才最终下定的决心 就是我觉得 他的话呢 就是 弟弟回来的这11年 是他面对真相的一个能力的考验 他还没有做好准备 一直到他养父母说 你的亲生父母能不能够有好的身体 等待着他 他这个时候放下了包袱 他觉得要找亲生父母了 其实你已经很优秀了 你不要去想 亲生父母会怎么看你 只要是自己的孩子 亲生父母要求的只有一个条件 平安 他不会说你优不优秀 他不会说你漂亮不漂亮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去计较 你是不是扮演了20年的弟弟 也不要去想 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报你的养父母 而应该去想 你的亲生父母在想你 现在你要主动的去找他 你已经耽误了11年 现在不要再犹豫了 我非常佩服这一对养父母 不知道今天在不在现场 你养父母今天来了吗 在现场吗 我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这两位老人上场 哎呦这么年轻啊 真够年轻的 来 来您请坐 哎呀 这爸爸妈妈真够年轻的 大家刚才夸你们 作为父母你们真不容易 把儿子养大了 同时又要把他送出去说 找到你亲生父母 你们是怎么想的 这么多年 只有 只有那个 失去亲人那种心情 才能理解 就像我们一样 每一年 每一天都在想 哎呀 看到别人的孩子 要是我那个亲生孩子 还在的话 你看 肯定有这个孩子这么大了 现在又该上初中了 又该上 上高中了 又该上大学了 都该成家里面了 要该讨老婆了 都是一天一天 这样想 这样想的 所以说 在这几年 我就一直在鼓励他 他还一直都拿不下 这个角色 说实在话 在我家里来 我们全家人 还是对他 把他当亲生孩子 不是有体会是吧 告诉我为什么 养父养母上来 反而哭了 因为我养父 养我很辛苦 相当辛苦 一直拉着妈妈的手啊 因为 当时 我爸 我爸去外面打工嘛 工资很低 然后50块钱 用几个月 就是为了跟我们攒学费 你们攒学费 对 妈妈告诉我 怎么上来 就一直跟儿子 手拉着手 这么多年感情 感情啊 对 喜欢这个儿子吧 喜欢 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吗 我们对他都是一样看的 是吧 好 孩子 你向我们发出了求助找你的父母 然后我们书冬啊 带着人一直在帮你找 来请站到这儿 李深山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冬 我们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 收到了你发来的 寻人求助的报应信息 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 宝贝回家的志愿者 一起帮你展开寻找 2016年8月1日 接收到李深山的寻沙体 通过您的描述 您是1985年左右 从四川内家抱过来的 嘴巴偏大 招呼啊 随后就在六天后 8月7日 网站又新进来一个 家长型孩子的帖子 他们的分级信息是 这孩子1985年丢失 丢失地点 恰巧也在指扬 和您提供的信息高度吻合 志愿者立即托导 疑似家庭的居住村落 当面询问经过 早期发 五年七月二十一 我们的老板 支持的 给你们住房的老板娘 的娃娃一起玩耍 等我们老板 就过去下来 请我们的娃娃 阿姨你们有没有保留呢 我们孩子以前用过的用品或者照片之类的 有 我发了很多很多照片 发了很多很多训练 外甥我都发起的 货币都发起去了 发了很多很多 我这个日子 中后 没有照到 一个后 你这张照片是 孩子多大的时候照的 这个孩子是 八九个月吧 照的吧 我们还需要 进一步准确的逼分 维持我们 兴趣的采取了双方的学义 希望 有一步好的结果 好 请打开希望之门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肯定的 积政儿子回来了 我才知道我的身世 原来我一直都是个言之 婴儿子 你放心 你一直回来 你还是这么青春了 但是我就梦了 哎 配好了吧 準備好了 为缘 求 为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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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